我用了两年半的AirPods Pro 电池都快没电了 苹果昨天刚刚给我换了两个全新的本体 非常的感动 更让我感动的是 它不仅给我换了本体 它还送了我两个这种硅胶的耳塞套 才真是硅胶的 吸力根的这种 所以当时我直接就感动的失掉了 苹果你很久都没让我这么爽了 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个换机的流程 我的AirPods Pro它出现了哪个问题 就是右边的耳机左边问问题 右边的本体它戴上去之后 就会出现嗶嗶嗶嗶嗶的声音 就是有一点摩擦 或者是在一些不特定的情况下 它就会发出这种嗶嗶的声音 所以这个症状就正好符合了苹果这个页面 适用于声音问题的AirPods Pro服务计划 正好符合它的症状 在这边说明的是 咱们的AirPods已经确认了 一小部分的AirPods Pro 我个人估计不是一小部分 是大部分2020年10月生产的 10月之前生产的AirPods Pro 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详细的症状就是这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发出爆裂声 出现这种声音上的 比如说降噪的问题 或者发出这种嗶嗶的声音 只要出现问题 咱们就都可以享受 苹果的AirPods Pro 免费换机的计划 这里面更加重要的是 原来咱们的AirPods Pro 保障计划 它期限是到去年2021年的10月1号 但是苹果在去年的2021年10月1号 悄悄把保障的有效期限延长到了三年 也就是说到今年2022年10月之前 咱们都可以享受这个保障计划 这里面苹果有非常详细的贴心的服务流程 这里面有各种方法 但是我个人 我自己的操作方法是直接打电话 我们在这个页面 右下角有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页面我们打开之后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查看 苹果全宇宙各个州各个地区的电话号码 那像我的话是给咱们的韩国Apple Store打了电话 打了电话之后亲切的咱们的客户的小姐姐 就告诉我7点半 就是昨天的7点半 Apple Store有一个空位置 所以让我马上去拜访 访问之后接待我的正好是我上次买完 iPhone 13 Pro Max又给退掉的那位天才吧 他当时他们好像是可以看我的这个记录 因为他问我是干嘛来了 我说来换AirPods Pro来了 他当时一看这个记录之后 表情一下子就凝重了下来 没有说一句话 直接让我去那边坐着 就是那个空间的左上角的那个位置 有一个小桌子 然后有好几个人在等待 让我也到那边蹲着 反正他带我去那边了之后 他就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感觉心里面在说你怎么下次别再来 那过了5分钟之后 一位中年男性短发的这样的一看 就跟咱们外面溜达的天才八天才 气质不太一样的这样一个中年男性 这位一个老哥他就走了过来 非常有这种技术性天才的感觉 他问我干嘛来了 我说我的右边的AirPods Pro出现了一定的噪音 他直接就把我两个AirPods Pro全给收走了 他说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就会回来 没想到15分钟之后 他就拿着崭新的AirPods Pro就走了过来 而且还送了我两个这个套 让我慢慢用 当时我接到全新的崭新的AirPods Pro之后 我问的第一句话大家猜是吗 大家猜 我说咱们的充电盒能不能也给换一个新的 他当时表情也是同样的凝重下来 好像是在说你那么下次别再来 然后开个玩笑 他当时非常亲切的告我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这里面他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换的全新的AirPods Pro 还是出现了这种生意上的问题 那么到2022年今年的10月1号之前 他让我再次来拜访 还可以继续换 接着换 而且还是同样是完全的免费 这才是我形成的AirPods Pro 这种服务 这种咱们天杂八计时的服务 就是如此的贴心 态度是如此的好 真的是让我再次的感动 更让我感动的是 我走临走的时候 我说能不能给我登录一下提债号 把停车费给报一下 他说你花钱了吗 我说没花钱免费换的 他说那不行 这种一是一二十二 一码是一码的专业态度 又让我再次的感动的失掉了 那么后来回到家之后 我看了一下Genius Bar 天材八发的邮件 原来本来想收我216364韩币 但是他这次依靠咱们苹果的天材的计划 让我免费的就换来全新的AirPods Pro 所以如果大家的AirPods Pro 是2020年10月之前生产的 那么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检测一下 因为我的左侧的耳机 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的 但是咱们的天杂八天材一检测之后 就说你的左侧的耳机也是有问题的 一定要免费给你换 我跟他们刚睡了一个午觉 一睡睡到了下午6点 我们现在马上喝一杯 喝一口咱们热腾腾的咖啡 喝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咱们今天的 这位叫O的朋友 他给我留言 他说哈喽大耳朵 一直想问你唱歌是真的这么难听吗 还是装的 这位朋友一看就是个高手 一看就对我的本质产生了怀疑 一看就是对音乐有过研究的朋友 他能从我的歌曲歌声中听到一点本质的东西 像我这种音乐题材 对于这种歌曲也是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咱们这一点咱们还是非常像的 就比如说我最近听的这首歌曲 他会一摆歌曲里面排第二的 Stay Back Terry Rebo 这里面有一段大家听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是不是非常的带劲 非常的上演 然后这位B站的朋友 他又给我发了一个照片 是1月30号22.02分发的 他说越看越像 你这个是我烫完头之前 我现在烫完头之后 还能说再像吗 为了搭配咖啡咱们做一个奶油水果小面包 把这个吃剩的草莓给它切不切吧 网上这么一堆就可以 吃剩的大香蕉 这么一般 再来一个咖啡咖啡 再来点这个 Pramesan cheese Oh my god Look at this Wow 我们来尝一下 这个大量 这个大量 哇 再来一个咖啡 现在叫有点醒了 现在有点醒了 这个面包就是grew toast蜂蜜的 本来就有一点甜 然后奶油就裹着这个面包 一起裹着湿润它 然后进入到我的嘴里面 然后再咬上一口草莓 正好把这种稍微油腻的感觉 给它中和掉 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带减 然后这个 Pramesan cheese里面 还有一点淡淡的咸味 整个这个化学反应 非常的完美 这个我当时刺激的 哈哈哈哈 这个我当时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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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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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